我是楊世光 我們看今天晚上跟明天 美國 日本都要相繼召開利率的決策會議 市場預期這一次的美國 應該是維持的利率不變 另外日本會不會進出 進一步的寬鬆政策 市場上都在觀察 所以直接市場反映是昨天晚上的油價 油價再創了近半年來的新高 另外銀價 貴金屬的銀價 則是創下一年的新高 隨著全球我們今天標題是 惡貫滿盈 什麼意思 惡貫嘛 就是壞的錢太多 使得這個銀價滿得出來 叫做惡貫滿盈 所以惡貫滿盈的原因 這個成語的來由就是銀行亂議鈔票 銀價就會大漲惡貫滿盈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原物料價格 大陸對於企貨市場的降溫 可是擋不住油價跟貴金屬的 持續性的走高 另外我們要觀察就是 蘋果在今天凌晨公布的財報 這個財報如預期的爆差 可是有個大問題來了 因為大家都在蘋果的股票 這個轎子上 那現在大家趕得嚇叫 使得這個蘋果在盤後的股價 是中錯了超過8個百分點 到底蘋果怎麼了 昨天美國公布的其他幾個數據 包括賴酒財的訂單 包括了標普Cashiler的房價指數 包括了消費者信心 都是出乎預期的差 所以使得我們看到 美國升息的腳步 是不是越來越慢 而美國本身股市跟經濟碰到的困境 又該怎麼解決呢 所以我們從蘋果的財報 看到美國的耐酒菜訂單 看到了惡貫滿盈 看到中國網路 跟美國網路之間的競爭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三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到是資深分析師 我們先關注一下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